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斯波尔·斯特拉派出希罗加、邓肯加、哈克利斯加、奥克帕拉加、阿德巴约的先发阵容,热祸在前三节取得了8分的领先,末节一度拉开到15分以上,最终获胜。 这场比赛又是一场星星闪耀的比赛,热祸2020年首轮20顺位选中的大前锋阿丘瓦,此一隔扣了鲍威尔。 这个21岁的小伙子,全场比赛20分钟,五中五轰下13分,15篮板二主攻,命中率62.5,高光无限。 他星赛季应该会,进入热祸主力轮换,小伙子是真的能跳,但最耀眼的当属奥克帕拉,这位二年级生。 奥克帕拉此意,是替代吉米·巴特勒,打先发三号位,他在首截就暴走,单截10分钟,7中5。 三分五中三轰下,11分一篮板一抢断,他首截的表现,就让纳斯大吃一惊。 第二截,他打了6分钟三中二,三分二中一拿下,5分一篮板,一助攻一盖冒,半场就轰下了16分太耀眼。 第三截奥克帕拉的表现,依旧不错,单截四中二,三分二中一拿下5分三篮板,将得分提升到20加。 莫杰奥克帕拉,就减少了个人的出手英卫数据,已经十分不错,他开始让队友去主导进攻。 莫杰他只出手了一个,三分球还命中,全场比赛,34分钟。 15中九,三分十中六,拿下24分,五篮板二主攻,一抢断一盖冒。 命中率60%,三分命中率60%,要知道猛龙老大洛瑞,全场比赛27分钟。 十四中七,三分十中六拿下25分三主攻二抢断,他的表现,比洛瑞还好。 这位身高2.03米,年仅21岁的小将,终于在全美球迷的注视下发光了。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的名字,也不知道他是2019年次轮32顺位,被太阳选中随后,交易到热火的球员。 他上赛季,遭遇了跟舰拉伤,发展联盟比赛,都缺席了19场。 不过在之后的比赛里,他场均1.7分7篮板二主攻,1.4抢断1.1,盖茂攻防一体。 上一场他是英格拉姆,暴扣的背景,但这一个球,足以看出这个小伙子,在防守端是多么的积极。 他身上,有吉米巴特勒的风采,以防守出生的球员,前途无量。 莱莉在交易,得到他后给了他三年,420万的新秀底薪。 20-21赛季,与21-22赛季,都是球员选项。 这个赛季,他152万的合同还是,部分保障合同。 他需要打出高光表现,才能留在这里。 莱莉的淘金,实在是太厉害了。 纳恩,邓肯罗宾逊,都是落选秀。 奥克帕拉,是次伦32顺位。 西罗与阿德巴约,也不是状怨,防眼,叹花。 西罗是13顺位,阿德巴约,是14顺位。 热祸成为了联盟的超新孵化园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